星期九月十二日美国国家911纪念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使得美国民众在911袭击十年之后首次踏入世贸中心 美国国家911纪念馆星期一对公众开放 纽约市长彭博 纪念馆馆长丹尼尔兹 建筑师阿拉德及其他政要在门口亲自欢迎第一批参观民众 纪念馆入口处有两根约二十米高的钢柱 是原先世贸中心北楼的残骸 如今又回到十年前的地方 整个纪念馆占地三万平方米 将世贸双塔留下的大坑建成六米深 各占地四千平方米的两个方形水池 2983名遇难者的姓名 其中包括1993年世贸爆炸案中六名遇难者 用深褐色圈刻在水池周边的黑色大理石墙体上 30英尺高的瀑布从水池四周落下 圈圈泄流最终汇入池中央30英尺的升级 流水带循环奔腾和瞬间消失 似乎象征着生命的生生呼吸和脆弱无常 纪念馆馆长乔丹尼尔斯说 这一设计一定会让参观者从内心感到震撼 因为这种虚空和失落的感觉 正是当年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们的真实感受 在静米的水池两岸是数百棵树 其中一棵被称为幸存树 因为它原来就长在世贸中心 并在袭击中幸存下来 911国家博物馆将于纪念馆坐落在同一个广场 预计将于明年开放 整个纪念建筑设计还包括几座办公楼和一个地下部分 预计整个工程将在2015年竣工 新台记者周期综合报道